鸭蛇吃出死去,鸭脖有盈光剂 我们在公正监督下原样松起 结果还真的测到了大瓜 11月29日,测评博主老爸评测,魏老爸 发布了对紫燕百味机等鲁味的检测报告 引发广泛关注 据博主测评,因态度网友反应,吃鲁味拉肚子 于是他从多家鲁味品牌官方旗舰店 购入了鲁味样品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 知名品牌紫燕百味机的五个产品 微生物检测结果不符合标准 其中,呼吸废片和香纳鸭脖两个品类均落超标 呼吸废片、香纳鸭脖、五香辅助三个 发现了过量的大成军群 并且鸭脖和呼吸废片的大成军群 五个样品都超出了最高安全限量 最高的一个超标的290倍 博主还排除了两个检测误判的可能性 并且重新购买样品进行二次复测 复测结果跟第一次检测结果相近 大成军群直接或间接来自于粪便 博主质问这是食物原材料没洗净 还是制作过程中存在问题 在博主视频的评论区 有网友晒出疑似食用紫燕百味机产品后 细菌感染就医的就诊记录 还有网友晒出疑似紫燕百味机网店的回应 对此,紫燕食品投资者交流处理员回应称 紫燕食品一直将食品安全视为企业生命线 每款产品出厂前均经过严格检验 针对此次事件 公司已责成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进一步核查 以确保问题得到妥善解决